第四屆花蓮市政推展咨询委员会29号上午举行的委员聘任仪式 集结各个领域包括了客家、文史、圆明等专长的委员 也针对市政推动提出建言 市长魏嘉贤感谢咨询委员担当重任 期盼未来可以相互合作 把花蓮市再提升到另一个更好的层次 花蓮市公所28日上午在莉莉泽园饭店 举办了第四屆花蓮市政推展咨询委员会聘任仪式 由市长魏嘉贤颁发授任聘书 第四屆无几职咨询委员有28人 由中文青担任主任委员 杨洁担任副主任委员 我也希望我们各位委员在你们的专场方面 尽量的给市政来做一个建议 在我们的市政委员会里面有一个群组 我们也希望各位委员能够 当然不必说亲自到市公所来做建议 我们可以在群组里面来用LINE来建议 以后市公所都会马上去处理 我想魏市长特别是注重花蓮市整个市政 从我们上几届的委员 还有现在新就任委员的名单可以看出来 是行挖各行各业甚至也不分坦白 我想主要就是为花蓮市政大家来如期付出这奉献 那我们期许我们新的一个市政委员 能够给我们更多的一个年轻的主管们 更多的想法跟建议 那花蓮市公所的工作 是地方最基层的一个层级的部分 工作真的是琳琅满目 但是我们还是希望有更多的新的一个想法 跟老的经验能够传承给新的一个年轻的客长跟所长们 让他们未来在推展市政的部分能够更顺遂 那加显也会希望未来有机会的话 我们把各个科室跟各个委员们 做更细部的一个分类 让更多的一个想法经验能够传承下来 让我们市政让幸福的好感度 能够让民众的身上里面得到更多的一个感受 本次大会委员提供建议 包含客家与人民文化的深度推广 各委员亦专业与公所相关客室建立窗口 市政咨询委员意见交流加强等 市长魏嘉贤表示 希望各客室能在各领域市政委员指导下 将花蓮市打造成一座更好更美丽的城市 记者长邦夜华蓮市报导